靈性兇嫌一總計店內就持槍 鶴令電源交出現金 千元鈔票都到手還不夠 就連零錢也全都要 頭戴白色安全帽 左手拿著槍指著超商電源威嚇 他就是狠心殺害兩名援警的 零性嫌犯 犯案後逃亡過程中 因為缺錢花用 竟然還趁機打劫超商 所以我把搶來的七千多元 放進口袋 騎著偷來的艙車 逃之夭夭 實際走訪台南這間超商 夜班的女店員已經下班 早班店員對事發經過都不太瞭解 但當地居民轉述 女店員案發當下都看到槍了 無可奈何只能乖乖就範 這間超商第一次碰到搶劫 幸好女店員當下冷靜面對 人平安無事 不過其他店員說 公司平常教育訓練都強調 任美是最重要 幸好中前已經落網 只是女店員回想起行搶過程 從頭到尾的經過 仁魚雞尤唇 3D新聞黃新強 王少宇羅佩宇台南採訪報導